大家好,我们现在在贵州平堂一个大山里面 这是一个天空之桥的一个高速服务区 你以为我们在服务区吗? 其实我们在景区 但你以为我们在景区吗? 其实我们在服务区 这个地方它包含了酒店、商店以及它这个加油站 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观景平台 来往这边看 它又是一个高速服务区 又是一个景区 而且它这景区里面还有一个观景台 可以看后面的这个大桥的 这个是平堂特大桥 世界最高的混凝土塔桥 这个桥看得也太壮观了吧 哇,它全长2135米呢 一共有三个桥墩子在这个山谷里面 小胖简单说一下这个桥的情况 这三个桥墩呢是由这种钻石形状而筑成的 这个桥的那个三个桥墩的塔高呢是332米 埃菲尔铁塔呢它只有312米 所以说这个桥墩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 哇,埃菲尔铁塔我没有去过啊 反正是在现场看这个桥墩子真的是好壮观啊 300多米是什么概念呢 呃,一层楼三米的话那就是100多层楼高呢 对100多层楼啊 开车走在这个桥上面就跟走在云里面一样 如果你是早上来这里的话 这下面会非常多的那个云雾 就是云里雾里的感觉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桥比咱们前两天看到那个桥造价还要高 这座桥当时造价一共花了花费了啊 15亿的哎呀太费钱了吧 我用无人机飞一下这个桥吧 非常的壮观 大家看那边还有个小山头呢 山顶上有一个什么圆球呢 那里也可以爬上去的啊 那是一个观景台 啊,这里面它是一个既是景区 它也是服务区嘛 然后我们的车就停在那里 然后这个服务区里面啊 还有一个酒店呢 你看 这个酒店300多块钱吧 注意吧 呃,在这个酒店啊 早上就可以拍这个大桥 因为有很多云雾嘛 他们就喜欢拍这个大桥在云里面若隐若现这种感觉啊 你看 看这下面小胖 这酒店就在我们脚下呢 你来这里看一下 你看一个一个的房间 这个都是独立的房间 这是阳台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 他们这个阳台在这里 挺有意思吧 在大山里面建了个酒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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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最近学了一个技能 就是用网红的语气来介绍这个景点 小胖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模仿一下 若不是亲眼所见 简直不敢相信 在贵州的大山里 居然发现了一座大桥 这座大桥竟然是国内最高的塔桥 混凝土塔桥 这也太壮观了吧 哇 这都能被你发现啊 而且这个地方吧 还距离中国天眼非常的近 我们就是开车去天眼了 然后经过这里啊 正好看一看 走 这里开车到天眼20多公里啊 在这里玩够了 我们就走吧 出发吧 出发 度电去了 走到这个服务区里面再转一转 这边是商店 这边是酒店 挺有特点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做天空之墙服务区 也叫做景区 这么大呢 这个地方修的跟一个飞碟似的 然后那边呢 还有那个给电车充电的 然后旁边就是给房车的房车营地 哎呀 建得是真好啊 怪不得花了15个亿呢 这个飞碟的里面是这样子的啊 中间还有一把大的雨伞啊 真是超级大的 这四周围都是商店啊 都是商铺 好像现在也没有开门 没什么人气啊 这大山里没啥人气 好像要黄了似的 不过造型还是挺独特的 反正这个服务区建得挺齐全的嘛 什么功能都有 就是缺少人气啊 环境是真不错 如果在这里开着房车来玩的话呢 就挺好了 是免费的不收费 这么多停车位随便停 到达天眼小镇 这是一个天文科学小镇啊 我们就住在这边吧 这边全都是民宿和饭馆 来这里已经晚上了啊 这里看的还挺热闹的 但是没什么人啊 没什么游客 这边处于大山里面啊 晚上还是有点凉的 冷不冷 下毛毛雨了 这路边都是随便停车的啊 路边都画的那个停车线呢 免费停车 我们就住这边 到房间吧 给大家看一下啊 当地人开的这个客栈 卫生间 有热水可以洗个澡 但是天气冷嘛 我也不想洗澡 马桶淋浴 两个大床 房间还挺宽敞的啊 挺干净的啊 空调 电视 WiFi 桌子椅子 最主要我们订了个 阳台房 这阳台还蛮大的啊 站在阳台上 看看这个小镇 对面是饭馆 他们这镇上啊 好像这些房子都是统一盖的 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条马路明显就是规划过的 汽车停在两边 我们的车停在楼下 哇 这小镇特别的安静啊 那里面还有好多的房子呢 好像都没有住人 没有亮灯的 小胖 你洗澡吗 洗澡 你多冷都要洗啊 对 我就不洗了 你洗吧 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然后明天我们一早出发 去看中国天眼